一名来自吉隆坡交赖的女子 原本想要借贷5000令吉经营网络生意 但是最后却因为高利息而打退糖果 不过却还是坠入了对方的圈套 由于欠债超过2万令吉 这名女子甚至被威逼出卖肉体来还债 女事主不堪其扰 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都司令张天赐的协助下召开记者会 娓娓道出自己的遭遇警惕大众 来自吉隆坡交赖 现年28岁的王小姐经营网络生意 稍早钱她因为生意周转不灵 需要5000令吉 后来她在脸书上就看到了一则贷款广告贴文 贷款商自称和银行有合作关系 属于合法的借贷公司 王小姐眼看贷款程序和银行 也完全一模一样 便不已有她 7月尾王小姐向对方咨询贷款细节 还提供了个人资料 不过到最后是她跟我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讲我不要这个论 我考虑这个论 可是他们还是直接直接把这笔钱进到我的户口里面了 是的 发现利息太高 已经拒绝借贷 但噩梦却就此开始 过了大概半个月 8月15号那天 大尔龙先斩后奏 自动费了3000令吉到王小姐的银行户头 还直接要求她开始分三期来付款 每个星期偿还1700令吉 20号又有人费了2500令吉给王小姐 然后有一名自称叫林先生的男子来电告诉她 钱已经借了 所以要王小姐两个星期内还4400令吉 没错 借2500还4400 重点来了 这位林先生还威胁她说 不还钱的话就会闹到王小姐一家鸡犬不宁 在每个小时征收她1000令吉利息 更离谱的是 不还钱就逼她卖银还债 沦为谢欲工具 王小姐怀疑这一切都是同一个集团 或者是人事在搞鬼 大尔龙现在说 王小姐一共欠了超过2万令吉 王小姐已经报警求助 这里还是要提醒观众 不要随便泄露个人资料给不明人事 以防万一 NTV7综合报道